和自扩展方式相反 未扩展的方式是在保证存储单元个数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增加位数来扩展容量 例如4个32K乘1位的芯片 可以组张成一个32K乘4位的存储器 那么这些芯片之间是如何互联来实现存储容量的扩展呢 下面我们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一看 假设我们需要一个32K乘4位的存储器 但是当前只有32K乘1位的存储器芯片供我们使用 那么由于单个存储芯片的地质空间与存储器是相同的 我们只需要使用未扩展来扩展数据接口的未宽 存储器的总容量为32K乘4位 每个存储芯片为32K乘1位 因此15位的仿存地址可以统一连接到4个存储芯片上 由于是未扩展 4个存储芯片的数据接口分别连接到数据总线上 每个存储芯片提供1位数据 我们让芯片1负责第1位数据芯片2负责第2位数据芯片3负责第3位数据芯片4负责第4位数据 其他的控制线统一进行连接 在未扩展中各芯片使用同样的地质线 骗选信号线 写实能线 各个芯片的数据线则一起构成数据总线 下面我们就在Logisim中演示一下如何进行未扩展 在当前的Logisim环境中 我们已经放好了4个存储器芯片 每个存储器芯片可以通过Memory库中的RAM添加 现在每个芯片的参数是地质线5位数据线1位 这表示存储器芯片的容量是32乘1 这里为了Logisim展示的方便 我们将每个芯片容量由例子中的32K乘1位 显化为32乘1位 所以每个芯片的地质线是5位 进行未扩展 首先我们将每个芯片的读写信号和清零信号 都连接到外部提供的读写和清零接口上 对于未扩展 所有芯片要同时被选中 因此所有的芯片都共用一个骗选CELL信号 由于是进行未扩展 每个芯片的地质线都连接到同样的地质总线上 下面我们连接数据线 对于未扩展 当前每个芯片的一位数据线都要作为数据总线中的一位 构成四位数据总线 下面我们检验下扩展的存储器能否正常工作 首先我们修改下存储芯片的内容 那么同学们要注意了 现在存储芯片里每个单元是一位的二进制 然后呢我们将存储器的工作模式设置为读 表地信号为一 同时骗选信号也设置上 现在仿存地址为零 我们看到送出的数据是零零零零 下面我们修改仿存地址为零零零一 此时我们看到数据总线的值变化了 现在变成的是零零零零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未扩展方式的扩展要点 未扩展是在保证存储单元个数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扩展数据未宽来实现存储容量的扩展 那么所需存储芯片个数的计算呢 我们是把最终的数据总线的宽度 除以每个存储芯片数据的宽度获得 那么各个芯片在互联的时候啊 各芯片共用相同的地址线 使能线以及骗选信号线 各芯片的数据线呢 则组合构成最终的数据总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